大家好 我是Matthew克超 今天我又會去美領館抗議 這次是和何君堯律師、華記和戴衛sir 其實我回想每次我去完美領館都會有事情發生 好像第一次8月3日我去完 然後克超哥這個角色誕生了 多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第二次我和何啟明立法會議員去 雖然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副局長 去完之後不久 他就變成副局長 這次是和何君堯議員去 希望這次都會有這些意想不到的驚喜出現 其實這次去主要就是要對美國政府 對特朗普政府作出抗議 戰貿易戰、科技戰 去年我們香港發生的逃犯條例修訂過案 我們見到在暴動現場 不停都有一些疑似美國人在指揮 接著不幸地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爆發 我們也見到以美國為首 第一個走出來抹黑我們國家 第一個走出來想要勒索我們 他甚至扬言 他們有機會不抵還他們的美國國債 接著最近 蓬佩奧和特朗普已經把東西放到桌面 明刀明槍 說明國安法立法會影響他們美國人的利益 他們披著羊皮的面具已經撕開了 現在今時今日 2020年這一刻 他已經是跟你明刀明槍 氣都不再交 所以 今天我們要走去 告訴他們 我們不怕他們 美國佬 我們不怕你 We can't breathe 不過 其實 大家都要明白一點 這件事是美國佬的pattern 誰的經濟體或者軍事力量慢慢地接近他 甚至乎達到他六七成左右的實力 他就要搞你 俄羅斯是這樣 蘇聯是這樣 日本是這樣 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是首先他們發動顏色革命 搞到你分離主義撕裂 今時今日 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指日可待 他就要搞我們 我們這次出來 就要告訴他 我們不怕他 你 美國佬 特朗普政府 麻煩你 有心思 你先搞自己國家的經濟 不要整天在這裏 透過挑起世界的撕裂 透過挑起戰爭 來發戰爭財 在這裏 亦都想跟各位網友呼籲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美國佬所謂的民主自由 所謂的人權是怎樣的 原來現在 美國對互聯網的封鎖 對互聯網的監督 已經去到 你在Facebook留一個言 都會有一些特別部門去敲你們 問你為什麼要留這個言 這些就是美國的民主 美國的人權 華盛頓的暴動 可以切掉整個互聯網 切掉所有電話 令到你們斷 斷溝通 這樣來制服暴動 這一點 雖然我認同他們 我們香港政府 應該都要效法一下 當事情已經不能控制的情況 我們首先去去片 看看那位 在Facebook留了言的女性 怎樣給那些特別部門 來對她作出查詢 對 你會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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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正確 我會在Facebook 他會問你 沒有,我會在Facebook 你會在Facebook 發生的 我會在Facebook 然后我们可以坐下来 我给你一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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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位的证据 然后你可以问所有的证据 你需要一位的证据 OK 如果你需要一位的证据 那是你的证据 OK 只要给你一位的证据 然后我们可以 contact你 你可以叫我的职业 我不会给你一位的证据 可以取消我的证据 Sure So you have a pen in your hand write it down Do you have a piece of paper You have one right in front of you sir Don't be difficult If you really want this answered You really want it resolved Just write it down It's that simple And if you don't mind just writing your name And your badge I'll contact your office And once I have legal representation Then we can sit down and sort it out Off of a Facebook commen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Not everybody agrees with their commander-in-chief Four fucking men 看完片回來 我们明白到 美国政府口中的人权与民主 只是对外的 对内 他们是一个高压政策的 原来他们不停歧视黑人 导致这个暴动 不停不平等地对待这帮黑人 甚至乎现在 Facebook流过言 他们都开始关注 所以 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反思一下 想当年斯洛登逃跑来到香港 尋求政治庇护 跟着背影俄罗斯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为什么他落下这个下场 就是因为 他踢爆了美国佬的阴谋 他踢爆了 告诉全世界知道 他如何监控互联网 他如何侵犯你私隱 如何剥削你人权 香港这帮暴徒 香港这帮小朋友 你们所崇尚的美国 就是这样的了 自己反省一下 自己是被人利用 还是真正是为了普世价值 其实说来说 他普世价值 你们就是说要普选 要普选 如果真是被你普选 选了黎智英出来做特首 选了那帮黑暴议员出来做特首 那怎么办 要普选 首先我们所有选民 都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不要那么容易被那帮政客蒙骗 不要那么容易被人煽动 不要那么容易被人欺骗 要有独立思考独立思维 第二 我们接收的讯息 那些广告 那些资料 要是一致 不要只是收到一部分的讯息 你要所有讯息都应该要收到 都应该要过滤 都应该要看 到 还有一个大前提 应该是说 还有一个大前提 当然要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屋住 个个安享太平 现在这样的形势 你要挟我们国家给普选 是没可能实现到的 我再重新讲一次 如果你们要自己选特首 要进行双普选 要真正的民主 普世价值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都不应该有叛国的心 大家都要尊重 我们基本法 尊重我们国家 这样我们一国两制才会有机会继续走下去 否则 是你们自己摧毁的 今天想说这么多 下次想说一下 我其实是 严重极度 赞成 港元与美联汇率脱钩这个动作 因为原来我们为了挂钩 为了保持这个联系汇率 所以我们花了三四万亿百元到摆 就是为了维持这个联系汇率 下一次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想分享一下这么多 现在下去美领馆 拜拜 拜拜